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贷学税 与大营银行互相支持 老公也是受患很少 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行政院 立刻出面解决花坏 后面没有听到 他之前处理那个帮我们同学 他不是只有看见他 台湾的辛苦劳工 为天天的辛苦劳工 关案处理介入开卖所得 然后执行能够百分之百拿 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诉求 企业房跟银行贷款的金额 这么庞大都卷走了 剩下留下来的土地厂房开卖 我们劳工的辛苦的血汗钱 退休金 退止金 他却没办法给我们 所以像这个部分 我们这一次也是诉求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优先 所有你只要是把拍的金额 是不是可以优先偿还 我们这些劳工朋友 我们这些劳工人的那个血汗钱 金法28条即便有资产 资产开卖以后呢 这个财团拿走了所有全部的资产 然后这个抵押权啊 胜过于这个工资债权 把所有的资源都配置 还给这个体制里面 最强的这个金融体系 把这个弱势踩在脚底下 这个就是法链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28条第一个要修的是工资债权 优先于抵押权 第二个也有可能有一种状况是 如果说这个 这个他的财产清偿以后 也有一种状况是清偿以后 所有的财产都退掉了 然后他去拍卖了 然后即便工资债权 优先于抵押权 劳工也是看得到赚得到 所以28条我们还提了 第二个版本的修正 28条的前半段是 工资债权优先于抵押权 他的第二项修正是说 我们要求这个工资 电厂工资基金要求扩大电厂 所以我们来主动来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看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如果需要有医务律师 不管是重劳工基金这边 我们可以 老公权益基金如果能够主动 提供应该相关的协助 不管是诉讼费用或者是律师的部分的话 我想这边没关系 我们记得分别 你妈对不对 福祉师嘛 跟那个劳动关系的两个部分 两个主则 针对他们 职一的分配的部分 去做主则协助 因为老公其实对于 追究机跟之前 非劳动工资电厂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可以来 你就看可不可行 就是刚刚我提到 说到一半 我要到多大几个月 或者期限等等 那我想我们继续 我们这一两周年 我们做一个协商之后 希望能够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因为我想这部分 当然会涉及到 费率要提高多少 我想经济部 或者是警网会这边 也许在很量 是不是在 就跟 败学的分配的数据 跟工资电厂的范围之内 也许 也许当他们的立场 他会觉得工资电厂的部分 其实如果假设是 比较可行的话 那我们再搭配所谓的 跟抵押权 持续能够提高这样子的部分 那我想这一两周年 我们做一个协商 然后 我们希望能够真的 比较能够超 十年啦 一两周 听不懂 人家说一周 人家自训会说一周 欸我们是一周之内 对啊 如果一周之内 你们没有处理的话 我们会有称赛 我们会有称赛 然后这没关系 多给他三天 我们多给你三天 十天 你的修法的进度 到底现在压在你们那边 到底进度到哪里 委员的提案也都提出来了 然后你们劳动部 你们伟大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前主委啊 都不回应 然后弄了一堆理由 问题都没有解决 现在怎么办 那这个法案的部分 他们既然要求了 麻烦你们就十日内回应 现在的进度 协商的进度 还有到哪里